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单场MVP是拿到胜头的恩洛德 他投了六局,没有十分,只被打出了一支的安打 那我们这边要请统一师队的翻译阿泰帮我们来问一下恩洛德 第一个问题是,要请问他到了六局的上半被打第一支安打 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被蔡建伟打第一支安打嘛 前面还是无安打的比赛嘛 他被打第一支安打之后心里感觉如何 那他有没有想说,投一场无安打比赛 你给了第一支安打在胜头的六局 那时候,在你心里有什么? 你试图打得无安打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来到那里 来到那里,准备到这场比赛 我没有想到无安打的,我认为这将会发生 我只是试图赢我的赛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表演 那时候来这边就是准备好比赛嘛 那就是尽量力求好的表现 那至于那个有没有追求那个武安达 他觉得早晚有一天会发生吧 那另外要请教这个恩洛德 就是他觉得他今天 因为他今天能够压制对手 他自己最成功的地方在哪边 或者是他觉得哪一个球种 今天投得最好 OK 你一年以为了25年 你怎么能够这么担心 所以今天感觉还不错 都有照他的意识做 那甚至之前也都有照着他的意识做 他觉得这是他今天成功的地方 是 那再请教一下恩洛德 特别是六局上半 他被打了第一支安打之后 那个投手教练法兰克有 打一个暂停 那然后他就让库利是打了双扎打 那个暂停的时间点 法兰克有跟他叮咛什么 有跟他说什么吗 OK 他有时候问他说 他说 他有时候问他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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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對 我想結束 當時為什麼會轉了投手 那這個轉的過程當中呢 是有什麼樣的秘訣 這樣子五年的小聯盟都敦補 然後轉投手還可以頭上大聯盟 當你比起芝加哥的白鎖 第一五年看起來 你是一個掌握人 你為什麼會變成掌握人 變成掌握人 我是掌握人 沒有打得好 我沒有打得好 然後我被瓦斯莫歐歐 他們在1996年 我開始打擊八球 所以我開始打擊八球 從八球到那裡 他在參與聯盟那時候 他覺得說他是一個很好的捕手 可是好像打幾步怎麼樣 沒有攻擊能力 所以他大概九六年的時候 他到那個靜音隊那邊 EA的時候 那邊要他改練投手 就是這樣 OK 好 那我們也謝謝阿泰幫我們採訪恩洛德 也恭喜恩洛德拿到了MVP 謝謝你們 Thank you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最後我們要請球評忠教練幫我們做個總結 好的 這場比賽的話 是讓投手都投得不錯 不過接著說 美國owan補歐歐歐歐歐 by 開票 空間補歐歐歐pg